大家好 欢迎关注大飞淘车季 我是大飞 之前我们的后台网友给我们留言 说大飞你好 预算30万 买一辆中大级的车型 豪华品牌 请问有什么样的选择 今天大飞团队给大家找来一辆市面上比较少的这种颜色的奥迪A6L 这款车是白色 我们在市场里边转的时候肯定是很少见的一个颜色 因为大家对奥迪A6的需求更多是商务 更多是一商一家的一个需求 所以说黑色肯定是要比白色在市场里边卖的更好一些 这款车16年上牌 目前45,000公里时表 三年多的一个车龄 目前市场行政价格30预算以内绝对能够买到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辆车的配置 V6 2.5自然吸气 配上一个CVT的模拟八档的变速箱 刚才我们驾驶了一段时间 整体这辆车的状态就是一个字 稳 从换挡的状态 从动力输出的状态都是比较线性 比较稳定的 那么我们打开发动机舱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了 朋友们 打开发动机舱 不难发现这辆车整体的发动机舱坎都是一个原车漆的一个状态 脚链螺丝也没有过拆卸痕迹 整个的脚链螺丝的状态都是原厂风胶 原厂的漆面的工艺 包括说我们的一字板 两边的左右一字板全都是原厂的状态 没有过拆卸的痕迹 所有的螺丝上都没有过咬痕 这台2.5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之前有人说过是中国特供 对吧 目前的发动机状态比较良好 没有漏油渗油的痕迹 所以说目前这辆车的车况 我们可以算是一个A级的一个车况 加上公里数 我们刚才查了记录 45000公里全程4S电保养记录 全程4S电保养记录有什么好处 就是对这辆车在二手车市场里边的价值是有加分的 如果说全程记录跟没有全程记录 肯定是相差几千块钱的 现在新车2.0T的 不管高功率 低功率 四驱也好 两驱也好 在我看来都没有这辆2.5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变速箱动力总成 整体的车辆状态稳定 所以说2.5A6L一直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种车型 前面水烟框架之前说过是三段式的 塑料框架可以整体拆卸 整体更换 更方便了我们对这辆车的一个维护保养 整体的状态都是比较良好的 前面没有试过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做到车内 跟大家分享一下车内空间 车内配置 简单的聊一下这样车现在的内饰的一个状态 好了朋友们 做到了A6L车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方向盘了 这个方向盘从一二年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屏幕大了一些 整体的中控台是向驾驶者的一个角度的偏移 所以说对我们驾驶者照顾还是比较不错的 整体的变速箱的控制区域 一键启动 音响设置 多媒体控制 包括说它的电子手刹全都集成在这个位置 再往上这个位置是一个空调的一个调节区域 包括说CD 多媒体 倒车雷达 包括说遮阳联 ESP的一些控制单元全在这个位置 上面这个屏幕就是给我们感觉很豪华的一个翻转屏幕的设计 全景天窗 可开启式 动工程方向盘有的 真皮方向盘有的 换动拨片有的 这种车的仪表的表底是300千米每小时最快 从变速箱发动机的一个匹配 从整体的车身长度 从总体的车辆底盘的质感 就是一辆C级的偏舒适的一个豪华品牌的一个车型 如果说您是家用用途多 给媳妇买 我觉得这个车的颜色绝对没有问题 不失大气 不失豪华 这辆车是舒适版本 不是最低配的 是次低配 一些后排的功能还是低配没有的 我们走到后排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一代的奥迪A6L 其实外观已经向运动转变了一些了 对吧 后边6倍的一个小的设计 包括说后边上翘的一个尾翼的设计 整个的后排体验给我的感觉 三米出头的一个轴距 腿部空间三拳是有的 头部空间略显不足 但是A6L顶棚有一个向上凹陷的一个设计 还是多多少少能够照顾一下我们头部的一个空间的 后排的阵阳帘有的 包括说后排的电动阵阳帘也是有的 中央扶手 很多储物格 包括说飞驾 后排的分区空调 可以我们由后排的乘坐者自己来调节 风速 风向 包括说自动空调的设计都是有的 16年的这样车况的一代奥迪A6L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从性价比上来说 从整体的空间体验 从整体的动力总成的稳定性 我觉得A6L还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款车型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飞陶帘姐给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